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拥有电动机加持 该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将会超过400马力 对于车重 该车的整车重量将会介于1300千克至1350千克之间 全新奔驰 GLE63全新一代奔驰 GLE将于今年正式发布 外形改动较大 内饰升级到S级 新一级的设计风格 新车的AMG版本 GLE63大概一年后亮相 GLE63将会基于全新的MHA平台进行打造 新车有望继续搭载一台5.5TB8双波轮增压发动机 并配备四驱系统 日产Z系列 日常Z系列的370Z 自从2008年发布以后 一直没有更新换代车型 然而在2020年将会又推出Z系列的全新一款车型 其内部代号为Z35 即为现款370Z的后续车型 或命名为400Z 车身尺寸会比现款370Z更大一些 新车将与英飞尼迪Q60共用后驱底盘 和3.0LV6双波轮增压发动机的动力系统 PLUSTER系列 根据PLUSTER品牌官方 在2017年公布了新车规划 得知未来几年内将会推出PLUSTER144款EV车型 现在已亮相的是首款车型PLUSTER1 在2019年底会推出PLUSTER品牌第二款车型PLUSTER2 该车定位为纯电动B级车 2020年推出纯电动SUV车型PLUSTER3 同年第四款车型也将到来 但目前尚不清楚PLUSTER4的具体车型和级别 保时捷911 992 这次全新一代911会采用了大众旗下全新的跑车平台打造 是911系列里使用插电混动的第一代车型 内部代号为992 尾灯变成了贯穿式LED灯条 Patch的标志很隐秘地藏在了灯条里 动力方面将延续现款全系采用的3.0T 3.8T发动机 涡轮增压水平对质发动机 并加以电机辅助 全新一代丰田86 新一代丰田86 借鉴了全新SUPER车型的设计风格 整车配有宽体套件以及大量空气动力学套件 新车将有望换装搭载一台与SBALU ASSENT相同的2.4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提升为260马力 峰值扭矩为376牛米 动力大增 全新一代高尔夫大众 在2020年会发布新一代高尔夫车型 将采用大众汽车集团MQB平台的改良版本 动力方面会提供混动选择 大众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下一款高尔夫将把大众带入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时代 它将永远与互联网相连 其数字驾驶舱和辅助系统 将成为连接性和安全性的基础 大众ITCROZZ 大众ITCROZZ将在2020年上市 该车基于VHN专委电动车开发的MAB平台上 定位为电动跨界车 并可实现全自动驾驶 CROSS将前后轮轴各装配一具电动马达 总计供能够输出 225千瓦302马力的最大动力 该车将具备不低于500千米的续航能力 最高时速177公里 同时将支持快充 并且设计要求在30分钟内 快速充电至80%的电量 主要还会在日常实用性 有更多升级进步 2020年发布的25款车型 分三篇文章讲述 共总结了25款2020年发布的车型 有品牌将要发布的全新车型 也有改款后的热门车型等等 就此看来在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 会有很多标志性的重磅车型涌出 特别是新能源一类 感谢观看